最后一个问题 它是经由一些在家同修 到处宣传 甚至劝说别人不让上寺院 不让供养出家众 说净空法师讲了 如今修道不在寺院 寺院不是修行的地方 出家不如在家 在家人好修行 可是国家政策 不允许在寺院之外 从事宗教活动 出家人更不可以 离开寺院活动 况且今天 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 出家人离开寺院 也不好找到如法的地方 那么这些居士这种做法 也会影响和妨碍到场 影响出家众的情绪 勤劳法师就这种现象 慈悲开寺 这些居士们的做法 跟前面讲的一样 是犯了很大的仇 这个 寺院 里面 不如法的是有 并不是说 中国全国的寺院 没有一个如法的 哪有这种道理 纵然寺院出家人 做不如法的事情 居士没有资格说 这个我在讲习当中 讲的很多很多 为什么把别人家里 不如法的事情 统统装在自己心里头 把自己清净心 变成一个误燃的心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过 还自己以为是对的 希望他好好地去读读 无量寿经 读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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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土三经 或者是净土五经 念念了 楞严经 念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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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足谈经 你就晓得他自己犯的是什么故事 古人常讲 病从口如 祸从口处 说话不能不小心谨慎 你对于这些四礼 因果没有搞清楚 不能随便说 说了自己一定要负因果责任 这个道场究竟是如法不如法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不能透彻了解 随随便便说 这个悲的因果就大了 这个是很可怜 希望这些同修们能够有机会 组个团到新加坡来 我们可以当面谈谈 我所在经上讲的这些话 全被他们误解了 这个是不实 开经纪上讲的 愿结如来真是意 这是去结了如来真是意 误解了如来真是意 造一生的罪业 还把这个罪名推到如来身上去 这佛菩萨都感觉到冤枉 这是错误的 决定错误 你们看看云古大师传记 这是一个修行得道的高声 大师在晚年 许许多多寺院出家人破街 大师看了没有一句话责备 都是劝勉他们 原谅他们 那是原谅他们 那是得道的高声 我们连原谅人家资格都没有 你要教训他的时候 你的境界比他高 那你才有资格有能力教导他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也原谅两个字 你也没资格 这个一定要懂 所以云古禅师 爱护出家人 帮助出家人 好言好语 安慰 劝导出家人 这是对的 这是正确的 足思大德 做出榜样给我们看 那么当然 这些榜样 大家没有看到 所以一定要 光学 多文 才不至于 在厨师 带人 借务上 犯下错 那么在现在 这个灾难 平凡的时间 最重要是修自己 自己成就了 才能帮助别人 自己不成就 要想帮助别人 没这个道理 佛在经上常说 自己未度 而能度人 无有是处 自己要好好的修 修什么呢 就是把修 妄想分别 执着去掉 就修掉 这所犯的过时 全都是妄想分别 执着 太重了 这个东西 不能往生 佛这个禁宗讲 代业往生 是带旧业 不能带新业 不是说 我现在所造的这些业 都能带着去 不可以的 只带旧业 不带新业 所以现前 烦恼要能扶得住 这个扶得住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能够控制得住 自己烦恼习气 可以控制得住 这叫扶 有这种能力 这才能往生 烦恼吸气 自己控制不住 看到了 听到了 他就发灼 这种人 佛念的再好 也不能往生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 这种能力 你不能带 是 你不见 你不见 你不见